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遲吃益 繼續可以留言和打禮宇 第二次就會聽電話 現時行指升幅縮窄了 升近71點 26,479點 成交額 首先第一位是普普馬特 新上市 不過這個升幅 今天做的段升一倍 亦是在縮窄 兩位升幅 這個情況看來 這個都是比較 縮到快變6字頭 是的 還是升了很多比照顧價 還有賺 但是又贏少了很多 剛才最高位是81 7號 很難去吃到最高位 我想這個都暫時是 適宜看看短線是否要吃 還有今天最低有見過69 如果你說現在再想等下 會不會再上一些 如果再穿69的話 我想就不要等了 是的 如果以一個叫做半日的角度來看 應該都不會收得穩 今天的開市價是77.1 過往我自己跟大家看一看 就是半身股 如果守不到第一天第一口價 都要小心 當然 日線圖 其實就一支音竹 就很難去做到甚麼判斷 不過 大家可以看一下分分鐘圖 各樣東西 其實都是 譬如現在畫面上見到 五分鐘圖 基本都是保持著音 或者可以譬如從這個 69、80、50、70附近 有少少的舌尾 真的不多的支持 如果我譬如 我網上那幾個人 華人亂象那些 或者叫做京東健康 我跟大家看 有一個15分鐘圖 其實都是見到一直保持著跌 就不像特別哪些位置 很有支持 說真的 譬如我靠早之前的72 你以為有支持 頂了5個15分鐘 接著油陰了下來 你以為這些70元很有支持 就這樣油陰下去 所以呢 老實 現在酒有八成升幅在這裏 其實都挺好處 剛才酒就超過一倍升幅 但是 就自己想一想 我覺得追就一定不追 因為高開低酒 如果找東西吃的話 我覺得其實 你可以看全日的 但應該都不會浮上去很多 是啊 因為本身就 我沒有特別 挺誇張 是啊 因為它的高開幅度很多 我們都沒有特別 前景上沒有特別好看好這隻 那麼熱炒 第一天有得升的時候 現在去到70元 有機會都穿70元 我後拍一句 昨天都看到暗盤的表現 非常理想 超過一成 其實 昨天我在新城都 訪問的時候 都是說這件事 就是說 暗盤你可以參與沽給人的 找人老襯 但是呢 很少在暗盤上去接人的貨 因為很多時暗盤比較高價一點 出來好幾次 不能說百分之一百 出來全部都不如暗盤 所以大家就 如果昨天暗盤敷了 都一樣開心 等於今天的高位附陣 但是如果昨天暗盤接了 回來今天一來 就硬吃一路撤下來了 大家就自己小心 一倍比較多 要吸收教訓 是的 其他榜上的股份 可以有升6% 保理協鑫就升一成 這個保理協鑫 近日都升一成 零來得來都頗波動 很波動的 有一天跌了成四 是的 這個就預算那個波幅 其實就 都有一些相關的消息 昨天就光復行業協會 在義烏就有個 2020中國光復行業電盜大會 這個協會的副理事長 兼秘書長就說 根據這個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 就預計十四五期間 國內每年的年均的 新增光復裝機規模 可以達七十吉瓦 預計樂觀就去到九十吉瓦 都是繼續 這個是超預期 如果是去到七十吉瓦的話 都是一個 接下來應該是樂觀前景的行業 不過就不是每一隻都這麼有這些聲勢 譬如信義光能 都是在 其實正在做橫行底 大家都站在那裡 福來澤也是橫行 是的 幾隻 譬如信義能源 也是去到橫行底 這些其實可以拿著的 但相對來說幾隻都是 福來澤也是 在二十元邊 沒有這個三百零零 就這麼容易炒 就只有他自己一隻 在個別行程 在那裡大上大落 其實現在就是 是的 所以其實都要 承擔很大的風險 提大家 因為在這個版法裏 大頭那些全部都已經停了 沒有再上了 雖然都沒有下 那個 constru broadband 可能是星離有兩隻 那種的 就是光能 那種的圖都是一樣的 那 Upper dealer 漫六五 福來特也是一樣的 它平底 envoy occupy三個 但唯一這隻 三百年來 經常升幅 升幅10% 但當你看圖 其實今天都是一個場上影線 少少陰燭 當然你可以叫他做射擊之星 但也不擔保星期一又再發癲 但情況在於你真的管得到這樣的風險才很薄 我覺得常人都未必能搞得到 是的 如果是這個 大家如果是有 其實我覺得可以繼續拿著 看九毫三 如果未有貨 未有貨 就未必建議入住 因為今天始終衝得高之後 都稍微有少少沽壓 可以等下會不會之後再站穩九毫三才考慮 其實這陣子成交很大 是的 成交都頗大 如果你再去看一些波幅比較大一點 而今天成交又大 我剛剛都發現一隻 但又是表現差了 六一八五 康喜樂 還記得康喜樂昨天的升勢是幾零例 升近一成 不過今天的跌幅也是跌近一成 跌了八點五個百分點 而且今天是很放量的成交 現在有十九億 為何會有十九億成交呢 因為這個十九億成交已經是自五月中 五月中以來一個最大的成交 當時五月中正在充300元的水平 為何忽然之間這麼大成交 原來有基金減持 對報有四單基金的股東 配售了八百萬股 作價一百七十 和現價差不多了 現價一百七十九 減持套現了十三億 即是說十三億多就是那個配股來的 現在額外的六億 就是可能有人吸引有人沽 現時不過怎麼說都好 就算昨天上升了超過一成 其實你都未必可以吸引到它去買 為何呢 因為較早之前有一個一百九十元的位置 說真的 昨天升完都沒有任何突破 繼續是悶毒 雖然下方也未曾說要跌穿 下方一五三左右 叫做有些支持 所以我建議有貨朋友 你可以繼續觀望 還是一個區間 不過沒有貨 確實就沒有怎樣再炒的原因 是 如果呢 看回其他那些榜上的股份 見到吉利表現都不錯 正在升4% 一部是22.1% 其實它呢 也都是之前一個整股之後 就在20.6% 都站穩了 然後就去再上了 反而呢 一二一日 就未是好 有個 起色著 但其實它都是在這個橫行裏面 就在172% 這些位置 也都是站穩了 但是如果你說是彈完 就是叫做調整完 再有些彈力的呢 那就就吉利 和這兩三三三長氣 都是開始有一點點眉目 因為就之前放假了 那個長氣就出了銷售數據 那天呢 就那些車股開始彈了 因為現在就比較有些個別的行程 但是 譬如長氣和吉利這些 都是在那天就開始彈了 那都是可以 就是有些奇少點問 但是呢 有貨呢 這兩隻都可以繼續拿著它 嗯 好啊 那都是個別 有些廣氣和東風那些全部都不動的 比亞特真是悶了 是 唱氣和吉利就動得好一點點 那臨半日試的時候呢 都更新大家的消息 是 在英倫銀行方面呢 週四就表示 可以容許英國的銀行 包括匯控等 恢復部分的派息 和派花紅的 前提呢 就是銀行必須有充足的資本 不過呢 暫時呢 見到股份沒有什麼 怎樣大的一些刺激在那裡 那匯控五仔呢 只是微升一毫子而已 那一夠百分點都不夠 去到42元 也是最近的那些徘徊位置 是 至於2888元 渣打呢 暫時呢 都只能夠 叫做 叫做 靠穩的 升了1.6個百分點 49.7 也是最近的徘徊位 是 那是不是代表呢 在某程度的消息呢 教授之前 其實已經憧憬了 入價了 那 最多只能夠 提供它企穩的力 但是提供不到 再額外再升的力 那大家就自己留意了 是 那因為其實派息 就之前都預期了 所以已經炒了上來 都預貨會 是可以被它派回的了 是 那現在半日是 恆生指數中 收報26485點 升74點的 那現在就去廣告了 轉頭就看看大家的留言 和打泥熱線的 那我見到很多 在這裡祝留言祝你們生日快樂 那大家快點打來祝學 打個電話來親口說 是啊 那待會就聽電話了 好 待會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那 看一下 解答著問題 好啊 那 我選一條 也有些人說九無九 又有些人說這麼聰明 買了call call 那些東西我就不直接 不過呢 繼續看回股份正股方面 嗯 九九二二呢 今天呢 由曾經一度都升七 當然 市又收回閘 當時恆生指數升三百 不過現在升得七四點 所以呢 它現在的股呢 都是升三點七 到百分點而已 不過當然 一來又有進漲 二來又繼續手穩開市價 楊竹仔的話 那不用止賺了 我是說正股 衍生工具你自己搞定了 總之正股是不需要止賺 有貨的話 繼續放置要 是 好 接著李小姐進來一齊談 Hello 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Hello PV人 跟著祝阿譚sir 你生日快樂 好 身體健康 多謝 和你一家 和你兩個兒子 都愉快過每一天 好啊 多謝你 你都愉快過每一天 我呢 昨天呢 昨天呢 就聽見你們說 因為我很晚才聽到電話 是 二十個零日 就追了狗毛狗 都好啊 那我呢 就見到他呢 今天呢 成交又不太好 而且他高位 扔回那麼多 因為我是高位 不同 你們十八個多買的 那你想說 我現在這樣拿著他先 還是到什麼位置 指贈指示呢 麻煩 好啊 先回答這個 那我就繼續拿 你不需要去計價每一天 是否大黑收 當然 如果他在都位縮到 連開市位都搜不到 即是二十個路搜不到 就另外一個打算 可能都是審慎的 都不代表你立刻要扔 但問題就是 他仍然收到開市位 那他最多都是上影線 收不到DH 有進障之餘 原來是高開都仍然高走到 而且你看到的 昨天的市跌 他一樣都是升成 曾經升過一成 結果升百分之六收 所以我想 亦都不太擔心 和市有很多的關聯性 所以 其實 我都很多事 和大家說的 你的買入位是什麼 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是 這張圖是漂亮的 所以 無論是十九個六斤我買的人 或者你是二十個零幾 買的人都好 其實看法都是一樣 繼續放置搖 我們意思是 他今天開市位 如果跌穿二十個零六 就要走 是不是這樣 不是 剛才所說 就算真的失守開市位 有另一重考慮都好 都未必立刻要走 因為昨天實實力揚足 正路 就算今天Touchwood 失守開市價都好 昨天收市價收穩 你也算是賺錢 昨天是二十個零五 所以我覺得 今天其實應該 不會差到要想走 阿撐在 除他收什麼 我都一樣這麼開心 即是 即使開市位都沒有穿 就更加沒有了這個擔心 即是叫做 穿開市位才是初步有少少 擔心一下 是的 還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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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比較重一點的橫行區 他初步就在那些位置去找支持 我只是這樣看 Around 10.6 這些位置 站到不算頑 從沽壓各樣東西來看 我又覺得他不算 不過當然 未買的我會說忍忍受先 買了的話 我覺得可以忍耐 尤其是如果大家以組合去投資 例如拉上補下 狗毛狗衝著先 你就忍住這裏 到時那裏吃了 可能回歸這裏又輪到它升 是這樣去操作的 所以我覺得問題不大 不過確實不是很強勢 所以未有不用買 有貨的話 先保持著 如果是跌穿什麼位置要指示 我想如果跌穿7.3 甚至乎較早之前9.9 那些位置 就可能進一步轉差 10.3或9.9 那些位置 但是初步 每天和大家看著 每天YouTube 就算你不打來 都有人問這幾隻領軍補 放心 謝謝PV 還有一隻 你叫我走 9988 我是298買的 現在我們可以上網 什麼位置可以走 希望輸一點 Vivian發表一下 因為我只會回答你 要不要看 還要上網什麼 紮紮紮 Vivian你的認為 我覺得都不用看了 因為你買得 它沒有了 即是你買不到市 之後就沒有動力 那你拿就放在一邊就算了 那就是這樣 看看你想中場繼續換飽它 還是 其實有其他東西的話 你去捕捉其他東西 那一筆錢都在那裡 好的 謝謝你 再見 再見 好 好 先找一條答案 6969施摩爾 需要不需要止蝕 6969彎越轉越低 今天叫它彈一彈 我初步仍然覺得可視就走得對 大概圈著那個位置走 後來再充50萬元 其實都是為了11月30日 即是前個星期一 那個MFCI入坡 它是換入了 之後它就肯休息了 終於 當然如果你中場線的話 前頂仍是搜到 又不算太過差 44.45 搜到的話 你可以照滿預先的 不過其實看到短線就沒有什麼行 自己去看一下 特別這隻本身就是一個適宜短炒的股份 你連高位 即下一個位置看這個 前頂你當守住 你守得住 但是就短線炒完很久 這個就不適宜長期在這裏等 接著就聽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黃小姐的 黃小姐 你好 Hello Vivian Hello Steve 你好 祝你每天都說 Hit 好 多謝你 我想問一下 9990早龍二六 我22.5買的 是 有沒有上網空間 差不多現價22.5 這隻來說 我覺得都是一隻炒股 你看到整個走勢就是 叫做搓完你下去 又開始炒上來 都幾波動的 都是紫色而短線操作 其實這裏我會看過 我買就不會特別想買 不過現在都總算站穩了 是這些22.5以上 這裏就是 你可以看著22.8 這裏就收市計 22.8做一個 這裏的紫色的紫色位 這裏 這裏站穩了的話 23.7再突破才上網 不是說很 因為它最有動力是前幾棍 現在上來站在那裏 有少許代變的款 但如果買了就拿著它先 突破到23.7才說 先看26 這個建議是短線操作 我都不太喜歡它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反彈到這裏真的差不多 以為很厲害 這個版法我比較少看好的 手遊也是一般 還有第二隻 有 2126日明巨落 我28元有的 我聽你講 昨天賣了後家住 909明元的錢 那又加起來 是 好嗎 賣了 加起來 總之現在有一筆free cash 是否再加碼 如果有free cash 可以 你昨天始終突破了27.1 這裏 27.1其實突破了 叫做昨天突破的 昨天收到突破 今天再賣 我覺得還可以 那你再之後再升 再不買 因為就要等突破31.1先 那你現在 如果想現在買 我覺得可以的 那上網的話 先看了31.1 那紙攝紙賺位 可以用25.8毫半 這裏 就是有少少的一個支持位 那這個位做紙攝紙賺的位 可以考慮加的 今天都 嗯 是啊 幾靚仔 最近像是想衝回之前的頂 是啊 我呢 都OK 都贊成的 甚至乎如果能夠再衝回之前的31.1 還未買一入 不如到時就算了 好 現在先看著那個頂 好 我想問一下 我想寄生日禮物 聖誕禮物給他 是否寄去富昌永安那裏 是啊 沒錯 對 先行多謝你 聖誕快樂 好 多謝 拜拜 好 拜拜 好了 今晚跟手呢 又選一條 18.0小米 今天試過沖歷史頂 是啊 今天其實創了歷史新高 但是就 未站到 今早節目 第一節剛剛完結的時候 就見到 它就破了頂 28.4是歷史高 最高見過28.8 這個其實就叫做 你說短線來講 未可以衝到上去 就沒有那麼漂亮 收不到 但是我想現在看看 美市收市什麼情況 我見到有些人問想買的 譬如Aggie說要現價入 我覺得現價入就不要入住了 因為始終它是破不了頂 而沽下來 這個要小心 如果現在還想入 你真的等它 站穩28.4才入 但是如果你說 低位有貨 是不是要吃呢 這個一半半 這個看法 我覺得如果你是很短線的 可以看下 如果持續都是這樣的款 你很短線才吃 但是可以繼續拿著它 因為其實 你看它之前沖完幾天 有少少回 還有來到這個阻力位 有少少 其實是很正常的 就視乎你 特別如果你衍生工具 可能快一點點 衍生工具 我想最短線的操作 就吃了 如果淨股可言 淨股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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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今天沖頂也不是那麼緊要 反正它也在沖頂 其實也在沖頂 所以未買就不要入住 有機會可能回些少再沖 可以等下 聽一下 上客 鄭小姐 哈囉 鄭小姐你好 哈囉 今天有什麼關係 謝謝 祝你生日快樂 多謝 天天照口常開 好 25歲 合家便安 好 多謝 大家有說 有什麼 我想問 這個1858 我買了很久 入了很久 嘩 那你不是坐艇坐到潛沙水底 我都沒有 等下櫃桶仔 你多算入 那為何突然現在想知道 都幾恐怖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顧他好 還是要把他放進去 Felman說得 我覺得都不知道等你 不懂得回答 你多少錢入 就沒有 沒有什麼 24個幾 那不是好 不是說好 因為如果 那幾乎兩成 是嗎 24個幾乎 你60元入 就不知道說什麼 好了 那24個幾入 你不如看這裏 18個 就是最後關頭 18個二毫八 看這個最後關頭 就指了它 如果再穿的話 因為譬如你看到 這半年就這樣 但是你看看過往都幾誇張 那看月線圖 其實它都幾 就是你看到這些套 其實都幾害怕 那這個真的要小心 通常有排列的 有排跌的 是啊 特別 其實很多股份 都是看資金的情況 你很明顯 之前炒高一陣 跟著都估得幾厲害 那它呢 其實現在的線路 現在的線路很低 只剩下26倍 那之前就高 那之前就高 那這樣跌倒也是 之前哇 860 都很恐怖 沒有了三分之 所以這也是 不能夠去盲目地看好一隻股份 特別就是這些 醫療醫療類型 有時都比較波動 特別是很多時候 有一段時間 封炒完 好像一買就一定贏 總之每個人都用了去買 那些 是啊 是的 物館也有 是啊 物館也有試過 那其實就很多時候 會拆得過熱 就滾得很厲害 那這個情況 真的不太樂觀了 沒錯 那都是我經常說一句 炒股要為最大概率的事情 準備 它最大概率的事情 就是繼續跌 現在也是 你不需要為那百分之一 可能性反彈 是的 我見那個 853 都可以彈 老實說 人家853 漂亮你多少 雖然 醫鞋的政策 其實還是要審討 但是你想想 人家的線位 已經做了黃金交叉 它已經不是空頭了 你那隻 18500 要起碼 真的 不是彈一天半天 那麼簡單 我懷疑彈一兩成 都未曾漂亮 還有一個好事要關注 就是春立醫療 只有19億市值 未創醫療是660億市值 是的 那個規模上其實都有個差別 那特別呢 很多時候真的一些 其實呢 這個 就是只有19億市值 都接近世價股那些程度 所以就 你說 除了看基本面 都好看它的資金 究竟是炒上還是沽下去 那現在都沽了幾個月了 是的 那你那個位置就不要罵 那其實就 總之自己 我覺得 我是你的話 其實我也是那句 我隨時走 隨時走 拿回Cash 如果最近我們有什麼推介 你就跟一下 那就是了 我知道 剛才我本身想問的 九毛九 那我聽你說的 那我就不問了 那我就不問了 那我問了一隻 7500 你覺得是上到什麼位再賣 就是那個大字上到什麼位再賣 總之呢 它現在呢 就未曾穿那個263 其實呢 你可以不買 其實不是 哪一隻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哪一隻 是指數上到什麼位 還是值得上 其實都一樣 指數 其實不是指數上到什麼位 是指數要落到什麼位 穿上 你就可以狠狠地猜回了 那就是呢 我自己的看法 就26341 恆指要收穿 你當是263 你當是263 如果收穿263 就向下方向明顯 你就狠狠地猜 就是買750 是 好嗎 就這樣吧 好啊 多謝你 多謝你的電話 拜拜 Facebook有朋友 叫緊說 我要快點回答 九零九明完雲 快點回答 做什麼 就是Joyne 為什麼不回答Facebook 想死 Facebook啊 是呀 是呀 909 好 909 老實說 今天反彈 就有貨物貨 但是前天就有陰燭 什麼價位再加倉 其實現在呢 43.5 這裡站穩了 看看你多不多貨 我覺得如果 都可以考慮 如果不是太多的話 有沒有想49 這個就是 近歷史高位 歷史高位 歷史高位是50 你可以 50 這裡站著 先上網50 都要給一個 只賺 只蝕位 就是43.5 就是昨天的開市位 不容易 這個位置如果收穿 就只賺 或者只蝕 應該是只賺 除非這些人買 一支陰燭 接著打粒十字聲 再陽燭 其實都還不錯 回到最近的支持位 做止蝕 聽過電話 還有電話 是Rendy Hello Rendy 你好 Riven 兩位主持 早安 早安 我想請問 9618京東外面有貨 我想請問這隻股票 跌穿300元以下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如果想入的話 請問部署 請兩位 跌穿300元 聽你的語氣 好像是想跌穿 想撈底 是呀 如果跌穿那隻股票 就變質了 300元還要 還有300元 這個是上一次大跌的 過止潮位 之後還有282元 如果你穿300元 那隻股票 那隻股票都不要 只收282元 再穿就比較不太跌 所以買東西真的不是貪便 不要打算是便宜 越便宜 買一些情願 它是很強的 所以你問我 它會不會跌穿300元 那可能是 當然有的 你看看它現在 十二十五十全部穿了 五十天線 你想想它 它自有生之年 它都沒有穿過五十天線 因為它很短的 所以它的五十天線 都是在八月中才出現的 它都沒有穿過五十天線 它現在穿了 那當然真的不能夠抹殺它 再落的可能性 但是便宜過300元 真的不是好事 那你覺得 這隻股票值不值得投資呢 投資 即是說到中場的話 我都仍然相信 但是現在沒有什麼行程 買來的多餘 你存一下存一下的話 你喜歡就買 我想你都知道300元是個大軍 現在看看它到時 C300什麼環境 是啊 好嗎 好 謝謝你們 拜拜 時間差不多 大家都說要去吃飯 好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